一度传出要停办的国际自由车环台大赛 在政府和赞助商方的多方努力之下 决定要延续了 那么这样的经典赛事从9号开始 台北站登场进行13天 体育署副署长强调 台湾去年在天津东亚运公路赛 勇夺男女双金 展现过人实力 未来会持续支持环台赛升级 目标是要达到和环发赛同等级的世界巡回赛 感谢观看